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TVB行政總裁李保安出了一個公告 確實TVB將會裁員大約一成的員工 他現有3500人 大約會炒350人 我們一起看看他的公告 寫得相當有趣 首先說個別人士做期望管理相當好 如果大家記得 前陣子市場炒得非常熱鬧的風聲 TVB有機會炒一千人 現在出了確實消息 原來炒一成人 即是350人左右 說到這間公司非常有良心 好像黃恩大社一樣 當然那些風聲是哪一個傳出來的 我就不去猜測了 反正那些有心人真的非常厲害 值得一讚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看到在這篇通告上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邏輯關係 他說到收視上升 但收入下跌 他怎樣說呢 先說一下收視 他說事實在過去半年 很多觀眾留在家裡 令到無線節目收視上升 他舉了一系列無線劇集名稱 我不宣傳了 但他就說到無線新聞收視的上升趨勢更加明顯 到底是還是不是呢 他就沒有列舉數據出來給大家看 他說就是就是 我們不會質疑他 但他就說收入下跌 他說 他說本港示威衝突的事件 至今持續超過半年 重創了旅遊飲食和零售市道 經濟衰退已成定局 各行業包括廣告界電視報章和其他媒體 無一幸免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香港前景不明朗 社會事件未有平息的跡象 無法估計社會何時才恢復秩序和經濟復甦 他就用這個藉口說 這個企業有責任去採取措施 令到營運得以持續發展 和保存主要動力 即是說要炒油了 這件事的邏輯關係很好笑 收視上升反而令到收入下跌 這件事在過去這麼多十年以來 都從來未發生過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數據 老實說今年是2019年 對比起2009年的時候 其實無線電視的收視 比10年前的收視下跌了很多 但他的通告就說有上升的趨勢 他可能是比起近期的數字 但我覺得這樣就不太公平 如果要檢視一個行業有沒有前景 就不應該看這麼近期的數字 是應該看一個非常長期的 你才能檢視到 到底這個行業是呈一個上升 或是下降的姿態 是給很長的時間 你不是給一兩年 一兩年是沒什麼意思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作為一個夕陽行業 我已經判斷了你的電視和電台電子媒體 其實就是夕陽行業 因為逐漸就會被互聯網 即是網媒 被人Netflix 或者其他看劇集 甚至乎YouTube 就會取代 這個已經是既成事實 大家都看到有這麼一個趨勢 包括可能在看我們這個節目的益友 有些人都在這個電視機上看 這件事已經改變了收體的習慣 好了 現在你半放棄這個星馬市場 主攻所謂大灣區的市場 這件事將會成為TVB最大的敗筆 為甚麼呢 因為你作為一個夕陽行業 你最緊要不是單止要開拓市場 這件事是很冒險的 你最緊要是甚麼 你要留住那些老顧客 留住那些最忠實的觀眾才行 因為你回到大陸競爭 老實說這麼多的電視台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回到大陸 電視台 大陸有百多二百個台 都看不完 怎會輪得到你這個TVB 反而你本地的C9 其實就是主宰了過去這麼多年TVB的收視 為甚麼 因為C9就是掌控著電視機的遙控器 就是他們決定看哪一個台 這麼多年來都是 就是以往 比如說跟亞時競爭的時期 有哪一段時間輸過 輸過很少而已 近三十年輸過給亞時 比如說再見艷陽天 還有中環四海 中環四海就是 C9殺手 陶大宇做的 再見艷陽天就是 陳秀文、湘天娥和鄧瑞文做的 為甚麼 因為C9喜歡 你又不可以留住這群老觀眾 你不想辦法去枯實他們 反而就是搞三、搞四、搞大灣區 大灣區的人對你沒有感情 其實對你這個TVB最有感情的 就是當年操控著遙控器那群C9 你應該要落足馬力 來把這群C9的票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跌得更快 好了 接著再看看他那一篇通告 他就說他的所謂OTT服務 就是MyTV Super 有900萬的 中端登記用戶 我不會質疑他這個數字 但是900萬的登記用戶 是否代表900萬的人呢 這就可能有些水分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有用過 他的MyTV Super 都知道 他一個帳號 就只能夠配對一個機器 即是一部機器 即是你在iPad登入了 你的iPhone就會鎖掉 看不到不能夠同步播放 那可能有時候 就要申請多於一個帳號 是一個人 還有不少的帳號 其實就是大家申請寬頻服務的時候 那些電訊箱 即是附贈的一個形式 是送給你看的 當然不用收錢 對於你的業績有多大的增長 這些就是成為疑問 當然他在這個通告上 沒有好好回答到 他這個通告是寫給自己有看的 不是寫給公眾看的 所以沒辦法 但這些都是一些溫馨的提示 我也不想看到你TVB 即是一部亞洲電視的後塵 好了 我們又講一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志光 他今天就出席了一個千禧年代的節目 老實說 他說的說話就真的相當硬易了 羅大局長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 在政府的政策介入之後 年輕人的貧窮率仍然上升的原因 是什麼? 是因為裸辭 這些就是很不負責任的官員 才講得出的藉口 變相將青年和裸辭這些概念 將它污名化和妖魔化 老實說 你怎麼會貧窮上升的原因 是因為裸辭這麼簡單 是不是? 就算是 這也是非常非常 minor 的一個因素 它影響得有多少呢? 整個社會當中有多少人 在社會上不停地裸辭呢? 這些事情是很不負責任的說話 首先羅大局長 你有沒有一個很確實的統計 證明到你所說的是事實? 因為就算根據政府統計處 你也是統計青年 到底他的收入有多少呢? 如果他如實告訴你 那你的數據就是總確 但是你有沒有一條題目 問他到底是裸辭 被人解僱 你有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是沒有的話 你講這句話 其實就是你個人的憶測 是你自己個人憑空想像的假設 就不是根據科學統計所得出的結論 你就不應該在電台節目上這樣說 你要交代 到底是否根據政府統計處 有這條題目 我又找不到 可能我差了 好了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你認為青年 一定要找到新工才可以辭職呢? 你不讓他可以休息一下嗎? 老實說 你就不能夠再用一種老舊和保守的思維 去判斷青年 否則的話 你根本上解決不了青年就業的問題 因為你跟他們的思維 完全是脫歐脫軌的了 你說到在節目上說 很多年輕人喜歡裸辭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喜歡就離開了 你好像說到那些年輕人不負責任 為什麼他一定要找到一個新工 才是要辭職在他舊的工作上 豈不是你鼓勵那些人不停騎牛搵馬 就要公接工來做 就是要無逢交接 下星期五辭職 下星期一就要上新工 是不是這樣呢? 剛剛說的 羅大局長 是不是你的思維模式要這樣呢? 即是年輕人一個星期也不能休息 一個月也不能休息 剛剛 第二件事就是 你不能夠把責任推卸到年輕人身上 你那個年輕人的貧窮率不停升 那就是因為政府要解決 你就不能夠把問題推回到年輕人身上 我就說因為你們裸辭 老實說裸辭的那些青年 是不是多到可以拉高的貧窮率呢? 我就說真的很奇怪 除非在同一個時間 很多青年都是不停地裸辭 不上班而已 對不對? 還有為什麼你不提市場工資 目前來說是普遍偏低呢? 晉升的機會少 你又不提呢?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勞福局的局長 你是要著手解決問題 不是把問題到處抵賴 到處射的 是不是? 還有 十年前的時候 特區政府已經倡導了一件事 就是要香港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 就是要從目前的經濟體系 進升成為一個知識型的經濟 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 這些原來是吹水假大空 2009年的時候 曾任權著事前行政 警長官已經提到 四大支柱產業就是什麼? 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工商的專業 六大優勢產業就是要注重來發展 就要走向經濟產業轉型 就是什麼? 民創、醫療、教育、創科、檢測認證和環保業 結果來說 大家對比十年前後的數據 無論是國民生產總值或者就業人數 你都沒有大幅上升 在六大優勢產業上 就證明你的功夫是做得不夠的 經常賴那些青年裸詞等等 如果我是青年聽到你這樣說 一定是那個怨氣增加的 因為覺得你在抵賴 其實全香港最應該裸詞的 就是林鄭月娥 和你的三絲十二命 和那些行政會議成員 最好全體裸詞 大換班就最好了 就不是那些青年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